這種攻擊科目是上榜的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準備這個考試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科目你要去發現 它的這個成績 常常可能就是落在一定的區間 例如說有些科目 它可能都是40到60分之間這樣的一個分數 這種分數 它的區間可能就只有20分 有一些科目 它的這個區間可以很大 像社會學 有些人20分 有些人80分 它就可以拉出60分的差距 所以你知道嗎? 上榜的成績大概就是 上榜喔!就是所有的科目 你看這個最低錄取分數 上榜成績大概就是55、60、61、62 這種分數 你就可以上榜了 所以你社會學考80分 還不攻擊嗎? 社會學考80分 它不就是一個可以拉高你整體分數 可以讓你上榜的關鍵嗎? 所以社會學這個科目 你要把它定位在你的攻擊科目 你要目標80分 對 就是80分 不要這麼吃驚 覺得做不到 事實上我做得到 你們的學長姐做得到 你一定也做得到 所以社會學這個科目 按照一定的方法 一定的這個知識內容 和我們在答題上面 會教各位同學們 SOP寫答題的這個步驟 其實你是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數的 要有信心 對吧? 所以在這個課程當中 我們會告訴各位同學們 這個社會學理論知識基礎之外 也會讓同學們來知道 這個答題的SOP 要怎麼樣才可以得到高分 所以事實上 在我們這個答題當中 各位同學們 可以在這個 我們這個接下來的課程裡面 你把社會學先定位 在你的一個攻擊科目裡面 那麼這個攻擊科目目標80分 一題生論題20分 這個是絕對可以做到的 在這樣子的一個準備裡面 那當然就要有方法 有技巧 接下來就請同學們來幫我 搬到這個二支六頁的地方 這邊社會的範疇 所以這邊其實 就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考點 也就是在社會學考試裡面 傳統社會跟現代社會 到底有什麼差別 基本上我們所謂的這種 傳統社會跟現代社會 它其實是一種 我們在類型學上面的一個劃分 也就是說這種劃分裡面 如果我們把這個現代化 當作是一個連續開放的進程 你可以想像 在人類的這個漫長的歷史當中 如果我們把整個人類社會的革命 我們前面所講到的這個三個 經濟政治文化上面這三大革命 在18世紀以來 這些革命 我們把人類社會 用24小時來比喻 事實上 現代工業社會 只有最後的10分鐘 對 你所身處於現代的這個社會 這個工業化 資本主義 都市化的狀態 事實上 如果我們把人類時間 人類的整個歷程 時間 變成24小時 其實 你所處的這個現代性 只有人類歷史的最後10分鐘 因為在50多萬年的人類歷史社會之中 事實上 大部分都是農業 畜牧 或者是採集 透過一些血緣地緣的關係 或者是石器時代 或者是利用大自然的工具 才讓人類存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講的這種工業化現代化 不過就是18世紀的事情 200多年前 所以事實上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人類社會的一個獨特性 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 事實上 就覺得傳統社會好像很老舊 是以前的事情了 但事實上 傳統社會 它佔我們這個人類的歷史 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事實上 在我們探究現代社會的時候 當然就必須去了解 既然 要了解現代社會 我們就必須先去比較 它跟傳統社會的差別在哪裡 所以一樣來幫同學們 製作一個表格 這邊這個表格裡面 包含像是這個在個體上面的差異 還有其實在這邊 還有三位很重要的社會學者 都有提到傳統社會跟現在社會的一個差別 而且我們看到一個很眼熟的名字 就是土耳幹 沒錯 這就是我們社會學三大家之一 土耳幹 你翻到前面的筆記 你就會看到 其實我們前面就有講到它 機械連帶跟有機連帶 所以我們現在首先要上場的 第一位社會學家 就是土耳幹 這個土耳幹 他其實是 對於傳統社會跟現代社會 這樣子的一個過渡 變革 做了很深刻的思考 而他受到了社會學者 特尼斯的影響 這一位翻成叫做杜尼斯 也有人把它翻成叫做藤尼斯 有人把它翻成叫圖尼斯 總之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翻譯 同學們把握一個原則 因為我們說 社會學是一個西方來的學科 所以 既然是西方來的 很多學者就是西方的藝名 他翻譯過來的名字 所以在中文裡面 常常會有不同的翻譯 甚至在考試裡面 光是托尼斯 他可能就會被翻成 有人把它翻成這個藤尼斯 有人把它翻成圖尼斯 所以同學們要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當你在看社會學的學者 或者是專有名詞的時候 請把它的原文一併看進去 原文你要知道 其實在考試的時候 在我們深論題裡面 常常會考解釋名詞 解釋名詞的專有名詞 也常常會有不同的翻譯 所以對於這些不同的翻譯 你唯一的解法就是 你要把它的原文記熟 因為原文記熟之後 你在面對這些專有名詞 不同翻譯的時候 你才可以迎刃而解 當然在社會學裡面 因為每個老師 他可能對於翻譯的 譯名使用的習慣不一樣 所以他在出題的時候 就會用他習慣的字來出題 對於像這樣子的一個差別 所以同學們一定要知道 他的原文是什麼 你才不會在考試的時候 手足無措 覺得我該怎麼辦 不知道這是什麼詞 所以他的原文非常的重要 這個原文除了你在考試的時候 有不同的翻譯之外 如果你在考試的時候 你在寫生論題 可以把他的原文附上去 同學們 這個就是一個正確的解法 你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延伸講義裡面 其實裡面提到一些專有名詞 或者是社會學者的時候 後面都會附上原文 對吧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社會科學的論文 社會科學的研究裡面的一個標準寫法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寫考卷的時候 附上原文 當然你的這個分數一定也會 比別人來得更高 你可以看到在我們的課本裡面 你看到課本上二次六頁 同學有看到嗎? 在二次六頁裡面 你看到在這個分類 第二點分類 傳統社會 你們看到 這個傳統社會裡面 透過歸屬地位或傳統地位 我講到歸屬地位或傳統地位 它是翻譯詞的不一樣喔 有人翻成叫歸屬地位 叫傳統地位 我把原文附上去 這個其實就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標準寫法 這個方法同學們把它記起來 如果 如果你行有餘力的話 你這些原文附上去 其實它有很大的好處 第一個 顯示你的社會科學的專業性 老師會以為 你好像就是社會學系畢業的 第二個 你有沒有發現 附上原文之後 蠻佔篇幅的 對不對? 附上篇幅以後 附上英文之後 它的那個原文很長嘛 所以就是英文字 它是這個字母兵音 所以看起來很長 它就佔了很多版面 所以 社會學 你要一題寫滿兩頁 根本不是問題 你要善用這樣的一個工具 這樣同學同學可以理解嗎? 它顯示你的專業 而且還可以幫你佔版面 多好 所以有這種方法 同學們可以把它記起來 好 那我們回來 這個Tennis 它其實就是在區分 什麼叫做共同體 什麼叫做社會 它把這個我們的社會型態去分成共同體 還有社會兩種不一樣的樣態 所以什麼叫做共同體呢? 共同體指的就是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當中 透過血緣或者是地緣的結合 大家在這個傳統社會裡面 目標很單純一致 團結力很強的一個狀態 在這裡面這種共同體的一個狀態 可能我們都是這個部落當中的一份子 在這個部落當中一份子 大家會為了這個部落共同的生活 所以在這種傳統的社會裡面 所謂的共同體的一個狀態 它的社會結構就是屬於一個比較靜態的 同質性比較高的 而且比較封閉的一個狀態 好 那麼這一種靜態的一個現象 例如說在這個原住民的部落當中 大家都在這個部落裡面 同樣的一個這個部落的酋長 那麼大家有共同的這個血緣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這個早期的電影 例如說像是這個賽德克巴萊 他在拍當年的這個歷史事件 所以可以看到大家有個共同的目標 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 共同守護這個部落的一個狀態 在這裡面他的社會互動裡面 範圍是比較小的 而且比較多面對面的交流 這種我們在社會學裡面的用詞 叫做非正式互動 也就是說是比較多的這個人跟人之間的 面對面的一個情感的交流 那範圍就可能就在這個部落裡面 所以或是在這個農莊裡面 在這個漁村裡面 所以事實上他的範圍小 大家彼此都互相認識 就例如說有個朋友 他就說他其實小學的時候 數學考不好 第一個知道的 都是他的鄰居 他根本就還沒回到家 他的那些就是部落裡面的人都知道了 可能就是這個老師啊 同學啊 回去一傳 他回家路上就被大家講一遍 然後回到家 媽媽也已經知道了 所以你知道就是他說 這種就是在小時候的體驗 就是我可以回家路途當中 我今天一整天在學校發生的事情 都已經被媽媽知道了 就代表的是大家有很深的情感的交流 這種情感交流代表是大家彼此認識 彼此非常的守勢 那在這樣的社會裡面 主要是以這個農林漁木 農林漁木業為主 然後這個生產組織呢 要強調的就是地緣關係 和血緣關係 同一個部落 同一個種族 然後在生產方式裡面 就是採用這個手工 所以這種手工 例如說他透過這個人力 或者是獸力 或者是透過自然力 風力水力啊這些 來呢 來完成這個 部落裡面的生產的過程 所以在這裡面 這個是我們傳統社會的一個樣態 也就是Tonis他口中所謂的一個共同體的概念 這種共同體 它其實指的就是一種社區的概念 地獄性非常的強 他又把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的狀態 叫做禮俗社會 強調的就是在這裡面 有共同的集體主義的情感取向 而這樣子一個情感取向 它也著重在這個地獄當中 在這一個血緣的村莊裡面 大家彼此之間緊密的情感連結 好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一個狀態裡面 就是這個擴大家庭 居多 就是可能這個 夜夜奶奶叔叔伯伯 舅舅阿姨之類 通通都住在一起 在這邊採用的就是所謂的 歸屬地位 這個考過五分解釋名詞 歸屬地位 所謂的歸屬地位 指的就是你的地位是什麼 來自於你的上一代給你的 例如說你有聽過含著金湯池出聲 是的 這個金湯池就代表他的歸屬地位 是個富貴人家 與生俱來 沒有人可以剝奪的歸屬地位 你的家庭背景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家庭背景 事實上在傳統社會當中 非常著重你的家庭背景 例如說看一些電影 有沒有那個古代的武俠劇 也問他都會先說他來自什麼家 師承誰 有沒有 來自什麼家師承誰 這就是一種歸屬地位 所以在這一種歸屬地位當中 他其實強調的就是 你的家世背景是什麼 這個其實也是傳統社會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他強調的就是你的傳統的與生俱來的這個家庭背景 所以人家說這個結婚門當戶對 這個門當戶對他也是著重歸屬地位 著重你的家戶裡面有什麼樣的大人嗎 有什麼樣有名望的人嗎 用這種歸屬地位來看待一個人 所以在傳統社會當中會報你的名號 你父母親的名號 你師承的名號 這種都是歸屬地位 其實歸屬地位在這個 我們所謂的這個現代社會當中 你可以看到其實他已經被取代了 你會說這個歸屬地位 但是翻成現代語言就是 靠霸族 靠媽族 對吧 就是都是靠霸的 對 所以這種靠霸的 其實你會覺得他是一種諷刺 覺得他可以有這麼大的成就 都是靠霸的 這個靠霸其實指的就是 我們現代社會講的是成就地位 這邊要先幫同學們寫上去 成就地位 成就地位指的就是靠個人後天的努力而成的 例如說你的學歷 就是你後天的努力 或者是你的這個工作 你可以進到這個公司工作 你的成就地位 你後天努力而來的 又或者是你的這個考試 考上公職之後 就代表你要成就地位 你獲取了這個成就 你個人努力而來的 所以其實在現代社會當中 講求的是你的成就地位 講求的是你個人後天努力而得來的結果 所以你知道很多這個大企業家 他在寫他的人生經歷的時候 都喜歡寫白手起家 有沒有 王永慶 以前背著迷袋 然後白手起家 或者是郭台銘 有沒有 這個白手起家的故事大家都聽過 所以你就知道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事實上 在我們現代社會當中 推崇的就是這一種成就地位 在我們現代社會當中 推崇的就是你靠後天而努力的 而對於傳統的這種歸屬地位 你就說他是靠靶的 像這樣的一種狀態 可是我覺得喔 人家可以投對胎 也是他的本事啊 也是他的本領 對吧 所以就是也不用去覺得 別人好像可以靠霸 這個去當酸民 不需要嘛 可以靠霸也是一種投對胎的本領 既然我們沒辦法投對胎 那就好好的靠成就地位 至少你身退時代了 現在這個時代靠成就地位是可以成就的 對吧 所以只要努力考試 你還是可以獲取公職 這樣子的一種成就地位 好的 所以在這裡面 你可以知道這兩個 幫同學們標紅色的 都是在國考裡面考試考過的 那這邊其實也考過聖論題 25分 問你何謂歸屬地位 何謂成就地位 要你舉例說明 所以這邊就是同學們可以理解 其實在寫考卷的時候 你除了去說明歸屬地位 跟成就地位意涵之外 你當然也可以說明他們在傳統社會 跟現代社會當中不同的意涵 好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看到 相較於傳統社會 現代社會它就比較充滿了動態 動態一直開放 流動性比較高的一個狀態 所謂的意志 值得就是 在傳統社會當中 大家可能在這個村落裡面都是從事農業 或是都是從事漁業 可是在現代社會當中 請問一下你住的大樓 隔壁鄰居跟你做一樣的工作嗎? 沒有嗎? 甚至連隔壁鄰居叫什麼名字 你都不知道 連隔壁鄰居長什麼樣 你可能也不知道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現代社會當中 它是處於一個社會分工的狀態 這種社會分工的狀態 就是 社會緊密的一個 血緣跟地緣的連帶被打破了 而去朝向一個 以不一樣的這個工作 不一樣的職業類型 而產生的一個結果 所以在這裡面 它越來越多意直性 越來越開放 它有不同的思維 然後也是動態性比較高 所以其實在人跟人的互動之間 它的範圍也比較大 所以同學們 範圍大是什麼意思? 你住台東 也可以聽到老師在台北上課的音檔 影像 是不是範圍很大? 你就在家裡面 但是你可以無遠佛接的上到雲端的課程 範圍比較大 範圍比較大 然後透過通訊科技來溝通 這種我們把它叫做正式互動 一樣幫同學們不要紅字 這邊比較喜歡考 正式互動相對於非正式互動 非正式互動指的是情感交流比較多 就是你在家裡面 在家裡面你是非正式互動比較多嗎? 偶爾會跟爸爸媽媽撒撒嬌 說我好餓喔 幫我煮飯 跟媽媽撒嬌 但是到了正式互動當中 它有點像是你在跟老闆講話 你怎麼會跟老闆說 老闆我好餓喔 我故意先下班 10分鐘 不會 正常人不會這樣嗎? 所以通常這種正式互動 它的範圍比較大 透過通訊科技溝通 或者是正式性比較高的一種溝通的模式 這種正式互動 事實上也是現代社會很常見的一個樣態 例如說你用手機 或者是你用電腦 軟體等等的 這樣子的一些溝通的模式 你可能根本一年沒看到這個人 但是你可能在line上面 一天跟他講好多話 這種其實我們會說 它其實是一種正式互動的一個狀態 在現代社會當中 不同於農林於木 比較多的是工業 服務業 工商服務 好 在這一邊 科層體制幫我畫起來 現代社會當中 它的生產組織裡面 就是所謂的科層體制 你知道在傳統社會當中 這種所謂的地緣血緣的一個關係 可能就是求長說什麼就是什麼 祈勞說什麼就是什麼 或者是呢 這個以往的這個規範規定 都是在這個部落裡面 大家的一種共同的認知 可是在現代社會當中 這個科層體制 它其實著重的是一種所謂的專業分工 也就是說同學們今天考試 你可能考不同的行政類科 有些人可能考的是調查局 有些人考的可能是社會行政 每個人考不一樣的類科 在這些不同類科裡面 最終進到國家的體制當中 國家的這個政府機構 就是一種科層體制 這種科層體制 它著重了所謂的專業分工 這種專業分工 就例如說你是社會行政 那你一定是社會福利 社會政策 這方面的專業 所以你著重了這個專業的分工 而且它很著重了你的事權 也就是你在這個地方裡面的權限 例如說你以後分到了這個專門審查低收入戶 這個低收入戶 在你的區域範圍裡面 就是你的事權 所以它著重的是這種專業分工的事權這樣的一個狀態 我們就把它叫做科層體制 對 科層體制我們說過 它考25分 每次出來都考25分 而且大概就是三四年就會出現一次 所以同學們這邊一定要預防著 那後面我們會有很完整的科層體制的說明 跟科層體制的一些特性 這邊同學們先有個概念 就是我們現代社會的生產組織 其實就是科層體制的狀態 相較於以往的血緣地緣的關係 科層體制它更著重的就是一種分工的狀態 專業分工 所以就需要你在專業上面去加強 然後你就可以進到這個職務 好 再來這個生產方式裡面 這邊幫我填上機械化 機械化 自動化 電腦化 這個是我們的生產方式 所以這邊應該不用多說 大家都知道現在很多都是自動化設備 你光是生產螺絲帽 我上次去一個工廠客戶那邊 然後就看到他們在生產螺絲模具 他就用這個自動化設備 以往你可能需要倒料 需要去顧機器 一個人可能顧一台機器 可是現在一個人可以顧三四台機器 所以透過這種自動化的設備 電腦化的設備 可以很快速的去做一個傳接 這個是現在社會很大的一個特質 整體的生產動力當然就是電力 所以包含煤 石油 天然氣 甚至核能 這些就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特質 那麼在家庭方面 就是以核心家庭舉多 這邊同學可以先有個概念 所謂的這個核心家庭 它指的就是父母親跟孩子 這樣子的一個家庭形態就叫做核心家庭 當然我們都知道核心家庭 它是我們現在社會的一個家庭型態的主流 可是這邊要幫同學們補充一下 核心家庭過往 它在台灣的這個20年間 它可能佔了四五成這麼高的一個比例 可是在這20年間 核心家庭雖然還是主流 但是它不斷的在下降 它的這個下降的比例非常的快 它從這個四五成變成只剩下三成的一個核心家庭的比例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個核心家庭的比例 它產生這麼大的一個變動 其實就是因為有多元家庭的出現 同學可以先幫我翻到在課本上的十二支四頁 這個十二支四頁是台灣家庭型態比例統計表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表從右邊數過來的第四行 有核心家庭 有看到嗎? 核心家庭在2001年的時候是47.1% 可是你看到了2018年的時候是34.68% 也就是說從將近五成的一個比例 掉到只剩下三成的比例 所以同學你可以看到 核心家庭它雖然是主流 但是它的比例在下降 既然它下降 那就代表一定有其他上升 因為這是百分比 所以誰上升呢? 例如說同學可以看到 從左邊數過來 第二行 第三行 單人 單人家庭 有看到嗎? 單人家庭 從2001年是10.73% 到了2018年是12.81% 微幅的增加 所以像這種單人家庭 或者是夫婦家庭 就是只有這個夫妻所謂的頂客族 Double Income of Kids 這種頂客族的一個狀態 夫婦的家庭 它也是上升的 從13.03%到18.77% 所以它是上升的 還有單親家庭 也是上升的 所以同學你會發現 家庭的形態越來越多元 甚至你看在最右邊那個其他 有看到嗎? 這個其他從4.8%到8.78% 所以形態越來越多元 包含像是同居家庭 或者是同性婚 其實家庭型態越來越多元的情況之下 雖然我們現在社會核心家庭居多 但是家庭型態多元 其他很多不同的家庭型態 它都同時在增長當中 好的 所以到這一邊 同學們應該就可以理解 我們所謂的傳統社會跟現代社會 我們先做這樣的一個基礎的比較跟理解之後 我們當然就可以更進一步的去知道 社會學家在說什麼 為什麼他們要去比較傳統社會跟現代社會的一個差異